作者 红射库尔斯克 由于去年7月14日舰艇公开日活动中 一名老年男性游客从飞机升降机中跌落导致死亡 加赫号的长远腾昭燃和副舰长青木被立案起诉 看来这两名舰长是官司缠身了 远腾昭燃在当加赫号舰长前 曾是安马号直升机驱逐舰DDH的舰长 理论上说加赫号也属于直升机母舰 是安马舰的后续型号 所以这名舰长官当舰长没有问题 应该说海上自卫队在搞开放活动方面是经验丰富的 但是就在这名舰长任期中 却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 去年开放日活动中 一众游客乘坐加赫号上面的升降机 从甲板下到机库 但是在人挤人的情况下 一名83岁的老人居然被挤到升降机边缘 然后从升降机一脚跌落到三米深的走线凹槽内 这是明显的责任事故 因为一般在升降机边缘会有栏杆防止人员跌落 但是显然当时并没有 也没有自卫官现场组织指挥 最终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人们印象中 日本海自一直是以高素质而著称的 主要是因为其有就日本海军这样的榜样在前面 所以其从制服到装备名称 无不以旧日本海军为准 但是随着新时代年轻人的加入 这个高素质的团队也开始变质了 招兵困难的海自只能依靠二次元文化来吸引年轻人 但也因此使得海自士兵宅化 年化严重 去年五月 出云号直升机母舰 也是在准备去南海浪三个月的时候 就在战舰出航前几天 居然被媒体曝光一众出云号的士兵 在游记机厅玩渐阳游戏 正是不亦乐孤 乐不思数 这也让日本国人对自为观的素质 表达了深深的担忧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对皇国兴费之类的一点不感兴趣 战斗意志将和日假 沉浸在二次元文化中不能自拔